下主任 陳主委 各位朋友 大家好 1894年 行香山是興中會成為 1894年對我現在就剛剛去117年 興中會 然後同盟會 跟著國民黨 跟著中華革命黨 跟著中國國民黨 今天在這裏有個機會可以跟大家講話 但是我老是吉祥在這裏罵我 不知道他罵我什麼 孫中山當年在海外搞革命 香港是革命思想的發源地 革命宣傳的重振 革命組織的起點 和革命起義的基地 我在今年年頭到現在 總共去了35間中學講 辛亥革命與英文 特別提到就是這個民主政治 在中華民國台帕金馬 建立的基礎 今天中國國民黨 面臨這個極大的挑戰 就是究竟馬英九能否連任 大家比較關心 剛才夏主任在跟大家打氣 拉票 但今天你請我來講話 我是講歷史的 1894年的中國是什麼情況呢 孫中山在興中會宣言裏面 我們要求的一段很清楚 中國積弱至今極無 上則隱循苟且 憤食虛張 下則蒙昧無知 鮮冷暖淚 堂堂華國 不恥於外邦 兒子依觀 披興於怡俗 有志之時 倫不同心 今天坐著國民黨的同志 你有沒有去讀一下 這段興中會宣言 再看看今天的中國大力 和孫中山先生當年的情況 真是不枉多樣 作為一個中國國民黨的黨員 在慶祝黨慶的時候 如果你不能夠空懷全中國 你不能夠 緬懷孫中山當年革命的精神 只是著重於選舉 我覺得是意義不大 今天的中國國民黨 中華民國台澎金馬 已經為中華民國 中華民族樹立一個最好的榜樣 台灣澎湖金門馬祖 經過兩次政黨輪替 民主政治在台灣 已經不是一個要犧牲性命 去奮鬥的目標 相反的 香港 我們都繼續 要為這個民主政治去奮鬥 甚至要犧牲自己 在中國大陸 動載就被人抓去坐牢 今天香港的民主派投共 台灣的國民黨就不能投共 這是中國人的希望 如果你作為現在中華民國的政政黨 你對孫中山沒有辦法計之物 然後你現在投共 你以為和平就可以通過投共得到嗎 當然不行 兩岸和平是很重要的 但這個和平的基礎一定是民主 今天台灣已經經過兩次政黨輪替 今天台灣已經經過兩次政黨輪替 誰做總統是人民主席 毛獨有偶 在2012年 香港有個行政長官上選舉 兩個候選人都叫做阿英 唐英年 梁振英 中華民國總統選舉 兩個候選人又是叫阿英 馬英九 蔡英文 我最近在學校中學演講的時候 我特別舉這四個阿英 我說香港兩個阿英 你是沒有選擇 因為你沒有投票 是一千二百人的小圈子選舉產生的 我在跟大家講 這個小圈子選舉 2012年行政長官 由一個一千二百人的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 是民主黨去年6月25日 在立法會投票通過的 今天民主黨說要參加這個特首選舉 然後批評這個選舉是小圈子選舉 這些又叫做政棍 對不對各位 好 你去年支持2012年的行政長官選舉 由一個一千二百人的小圈子產生 今天你批評這個小圈子選舉 但是台灣就不同 台灣的總統選舉 中華民國總統選舉 是一千五百萬人去投票 好 香港的行政長官選舉是一千二百人去投票 好 台灣的民主政治 足以為中華民族 樹立一個良好的幫洋 對嗎 對 只是這一點我們已經覺得很驕傲 是不是 如果你問我作為一個黨外人士 出這個總統誰贏 我都覺得沒什麼所謂 但是今天我在中國國民黨的黨戲裏 我不能夠說我會支持民進黨 我沒有可能支持民進黨 我反台獨的我怎麼會支持民進黨 但是如果從一個民主政治 已經變成一個生活方式來說 這個是人民的選擇 人免最大 所以我們身在香港 今天我很高興見到國民黨 在香港的朋友可以有我這樣的聚會 在九零年之前 小弟都是國民黨的黨員 但是李登輝做了國民黨主席之後 我覺得他會搞台獨 所以我就退出國民黨 但是我們仍然是孫中山先生的信徒 到今天為止 我開了三十五間中學 講辛亥革命與香港 有哪位香港的樂法會議員 或者親中華民國的團體 有人可以做這三十五場演講的中學 我盡了我自己的責任 盡了我作為一個孫中山先生的信徒 一個在大學裡面教三民主 所以教了十三年的人 我盡了我自己應該盡的責任 就是教育我們的下一代 知道什麼叫做民主 各位朋友 今天講的說話 有些人未必對聽 但是我想跟大家講 分故之身 以死為鏡 歷史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們讀辛亥革命的歷史 你沒辦法得到啟示的就是 民主才是革命最終的目的 人民才是革命最終的目的 孫中山先生當年搞革命很有野心 他是要把民族革命 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 不其功於一役 民族革命就是 在慶眾會同盟會的宣言裡面 講得很清楚的 驅除撻路恢復中華 這個就是民族革命 結束這個滿清二族的統治 這個是民族革命 建立民國 就是政治革命 由一個君主國 變成一個共和國 這個是政治革命 共和國就是人民的國 人民的國就是由人民當家作主 恢復中華 驅除撻路恢復中華 建立民國跟著是平均地權 平均地權是社會革命 今時今日香港地產霸權 我們最希望就是用孫中華的民生主義 平均地權 漲價歸功 照價收買 這些就是針對資本主義 土地壟斷 集中 的一個做法 這個是社會革命 開玩笑 孫中華的室內革命 就是把民族革命 政治革命 社會革命 不其功於一役 但是結果是失敗的 唯一成功的就是結束二族統治 政治革命是失敗的 社會革命有失敗的 一直要到台灣 五十年代開始生罪教訓 搞地方自治 平均地權 土地改革 跟著慢慢循序漸進的民主党 八十年代中第一個反對黨民主党 對暴黨是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教師節承諾 那時還是有黨禁的 各位朋友 中華民國那時還是用動員 堪戀時期臨時條款 台灣是戒嚴的 人民不得組織政黨 民進黨 偷暴成立 違法成立 那些人去問蔣經國 怎樣辦 蔣經國說時代在變 潮流在變 環境也在變 1987年 宣佈解除黨禁 大家要看這些事實 民進黨成立十四年之後 在公元二千年 陳水變相對多數 擊敗國民黨和宋楚瑜 成為中華民國的總統 第一個反對黨的總統 做了八年貪污腐敗 政治不收 人民用選票推翻他08年 馬英購到七百多萬票 這是第二次政黨輪體 經過這三年的執政 馬英購的評價 有好有壞 總的來說 他最大的功績 就是改善了兩韓關係 各位 馬英購在2011年 12年是否可以繼續編任 是由台灣二千三百萬人民決定 如果您問我 他在這三年多 無論在兩岸關係 或者經濟成長 他都是可以說 能夠交代到他當時參選的時候 那個承諾 但是畢竟台灣 是一個很政治化的社會 本土意識又非常強 現在兩個人的民意調查 非常接近 但是我個人 都仍然是覺得 馬英九年任的機會 相對是比較高 今天我們在香港 慶祝中國國民黨 一百一十七週年的黨慶 我們身在香港 我們又很清楚 我們在海外 對中華民國的支持 對中國國民黨的支持 這個是完全無私的奉獻 今時今日在香港的國民黨 和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初 已經差很遠 這個是和台灣整個政治形勢發展有關 這個是一個兩岸的問題 李登輝做了國民黨主席之後 基本上就放棄了海外 所以海外的華僑 到今天為止 仍然對這個中華民國這麼忠正 對中國國民黨這麼支持的 這個是我們的驕傲 你台灣的中國國民黨收不收貨 你敢不敢恩 是你的事 因為革命是來自海外的 第一個革命組織是譚香山 1894年 香港興中會1895年 對不對 沒有海外 華僑就沒有中華民國 所以中華民國的總統不能亡本 中國國民黨的主席 馬英九亦都不能亡本 對不對 其實我這些說話 我還是國民黨講完的時候 周圍已經講過 我都講過 不是今時今日才講 我們曾經講過 就算你國民黨不反告 我們都會繼續反告 我們反對的是一島尊正 我們要將台灣 將中華民國民主政治 終有一天要在中國大陸開花結果 好 多謝大家 謝謝大家 華條來革命之母